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中江 吴敦义和郭台铭的吴国会今天登场 郭台铭提出三点建议 包括所有的候选人要遵守初选办法 希望手机民调纳入 也要求这初选辩论等等 同时拒绝当副手 蓝一的初选办法能够纳入这所有人的意见吗 会皆大欢喜还是专为韩国瑜量身打造呢 不过郭台铭阐阐述这一中个表 变成两个中国引发蓝一矛盾 朱立伦说绝不可以表成两个中国 为什么呢 那王金平声援郭台铭说 我们都是中华民国派 蓝一内部炒成一团 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坑一句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代表双方关系极好吗 这当中是不是大有文章 另外韩国瑜今天被寻又赌气跳针了 认为议员 语带讽刺不行 把他当小学生也不行 当市长有这样的吗 不过这两天台湾人民最无法接受 大概就是这两岸媒体峰会 一堆台湾媒体高层跑去中国听讯 被要求要努力实现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全世界有哪个自由国家的媒体 会被极权国家要求 要达成统一目标呢 这是言论与新闻自由的范围吗 台湾政府能不能拿出办法 难道只能用谴责的 或是呼吁聚看聚买吗 尤其中国的网路平台腾讯 悄悄的登台 台湾收不到税 消费者也没有保障 那台湾政府又是两手一摊 没法倒吗 另外绿营的总统初选 蔡莱之珍 协调小组进度到哪里呢 今天节目我们都有详细的分析 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在我右手边地位 民进党立委刘世芳 大家好 在资深媒体王诗奇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文传副主任 洪孟凯 大王 大家好 在资深媒体邱明玉 大家好 在市民进党新美事院李昆成 大家好 先来关心 在台湾多家媒体高层 出席了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 结果是陪孝听讯 看VCR 媒体聚在一块最希望有新闻有量 中国北京媒体集团跟台湾媒体合办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 中国国家政协主席汪洋致辞 台下媒体不使用笑声表示认同 出席的台湾媒体包含电视报纸电台新媒体等30多家 50多名媒体高层出席 连世信大学校长台大系统文化基金会都到场 瞬间台湾媒体集团副董事长的前国民党副主席胡志强 还跟汪洋握手 只是汪洋话越讲越夸张 看台湾当局估计连两年以后的事都保证不了 而现在有些搞台独的 好像把这个保押在美国人身上 美国人会为台湾问题和大陆打一仗吗 如果打 打得赢吗 在英明董事长的时候 他就说他们坚持九日共识日子很不好过 正是因为你不好过 将来有一天如果实现了统一 你的坚持才变得很有价值 为我们的国家主义历史会记住你们 好 这叫什么媒体高峰会呢 台湾媒体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中国媒体 刚刚我们看到这位中国的重要人士发表谈话 就是他们的政协主席汪洋 他说台湾当局连两年后的事都保证不了 而且他说美国人会为台湾和中国打吗 如果打 打得赢吗 那这句话后来其实事后删文了 是不是怕得罪美国呢 另外他也谈到要实现一国两制 就要靠媒体界的合作 台湾媒体要去帮中国达成统一的目标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所谓的媒体高峰会 这个主办跟协办单位最高顾问 就是这位蔡衍明先生 他是某这个插中集团的这个负责人 再来荣誉团长就是胡志强 那参与与会的台湾媒体呢 可以说是一大堆 包括电子以及平面 有这个中叉 东叉 TXXS 联叉 还有金叉等等 还有多家的中南部的电台 以及新媒体都出席 我们说台湾现在最大的危机 是不是敌人已经渗透 因为他掌握了台湾媒体 是不是会从内部来瓦解台湾呢 来 谜语怎么样看 台湾媒体是不是有点自甘堕落 跑去北京去朝贡吗 为什么这些老板会去鞠躬哈腰呢 台湾媒体怎么会变成了中国媒体呢 身为媒体其实也蛮感慨的 从那个画面 其实我们没有污蔑他们 你看那个画面 就是说这些媒体高层 他在跟汪洋握手的时候 好像真的就是一副仗很悲公 鞠躬哈腰嘛 真的只差没有90度鞠躬了 你怎么会 就是说照理说大家应该是平起平坐 你怎么会好像姿态摆得这么的低 那再加上就是说 你看这个汪洋 他在这个讯事上面所讲的话 就是说两岸要和平统一 要一国两制 甚至要媒体共同来努力 其实他这个就是把台湾的媒体 当作一个传声筒 那很遗憾的是说 当场你所有在座的媒体 竟然没有人 可以就是说 这样站起来可能嗆一下不敢 但是至少就是说你可以表达 比如说你也许你可以离席啦 或者是说你也许你可以 在那个场合你可以 比如说你有什么意见 但是你看大家回来都说 没有没有我们尊重 你看这些媒体人有时候 大家受访嘛 因为就要问说你怎么会 这个报道出来之后 有些这个媒体去采访 就是这些高层啊 就说你们去参加这样子 那台下感觉是听讯 那你的感觉是什么 这样子 大家有在问那些媒体的看法 就那媒体高层就说 我们尊重汪洋的言论自由 这个不是很好笑 看起来那些人在那边 是完全动也不敢动啊 动也不敢动啊 对啊 你甚至连表达 就是说你有意见你都不敢 就是乖乖的就站在那边听讯 然后就是做一个大合照 变成一个背板 变成一个传声筒 那事实上我对汪洋有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的有感触 他竟然就是对这个媒体的高层说 他说啊这个蔡先生 他说你在台湾坚持九二共事的时候 你认为说你好像很辛苦 可是我正要跟你讲 正是因为你不好过 将来有一天 如果两岸实现统一的话 你的坚持才会变得很有价值 哇塞 这个话他已经跟这个蔡先生讲说 你就是要继续坚持 坚持这个就是 达到统一的目标 将来可能就有你这个怎么样了 是不是 对他的意思就是跟你讲说 如果两岸统一的话 你的功劳我绝对不会忘记 因为你之前坚持这个 你不好过嘛 什么什么的这样 那可是你不觉得这种话 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讽刺吗 那如果说他被这样对岸 这样给摸头的话 那你回到台湾来 不是更变成这个中共媒体的 一个传声筒了吗 对不对 那我必须要讲了 很多人就是他们自己 这个这些媒体高层会强调说 我们啊这就是媒体自由啊 我们都没有中资啊 问题是对 你投资的媒体你没有中资 可是你自己的本业 你在中国大陆 你是有拿过中国大陆的补助 那甚至这个是财报上面都有写的 包括中国旺旺啦 他这几年从这个十一年来 他接受大陆的补助 至少高达上百亿的补助 对 那就算你这个 你所经营的媒体 没有接受中资 问题是你自己的企业 你在中国大陆 接受这么多的补助 那你当然 大家会合理的怀疑说 你是不是背后 被中国大陆所 这个钳制住 那以致导致到说 你的企业受到补助 那你所经营的媒体 你也会受到这个某种程度的钳制 这个大家可受公平啦 大家也都知道说 现在这个 这个某家的这个电视台 就已经变成 寒天电视台 寒流电视台 这个电视台只能有一言堂嘛 那如果说 你不从他的言论的话 你可能就是就此封杀 那很多的媒体人 包括沈富雄 沈大佬 就已经第一个跳出来了 他就说 因为他某某某种 某种言论不通 他就被封杀了嘛 那其实就我所知 其实不止沈富雄啦 甚至还有一些前立委 前篮委 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等于说 这个 你就说他还要在坚持 什么媒体自由 媒体良心 我觉得看到 这两天的表现啊 还有就是大家的批判 我真的就是说 身为媒体 我真的会觉得说 这些媒体人 是不是应该好好检讨 如果你在台湾 高举所谓的言论自由 媒体自由 媒体道德 媒体良心 但是你却是这样子的表现 那你这样的媒体的信用 到底何在 我觉得已经彻底 这真的是媒体人的悲哑 也就是说你在台湾 高喊着新闻言论自由 但是你到对岸做什么呢 乖乖听讯 而且是听极权国家的指示 要实现国家统一 一国两制 来时期怎么看 我们说这是不是 中国已经完全渗透 台湾的媒体 那这叫所谓的 新闻自由的范畴吗 丢脸啦 就是你看到他那个画面 就是你会觉得 作为媒体的一份子 会觉得心里头真的痛 因为你看他们的座位 一排一排一排 就坐得这样子 坐得很整齐 然后听一个长官在上面 对着这么多的人 讲这个讯话 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家 中国的有新闻自由这回事吗 有言论自由这回事吗 国际上面的评比 永远都是全世界倒数几名的 结果你跑到那个国家 去开媒体高峰会 这个道理你不觉得超级讽刺 不晓得交流什么东西 对你到底要去交流什么 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 你要去跟他交流什么 对更何况他们之前还说 媒体姓党 中国的媒体通通姓党 因为党大于国家嘛 他们通通姓共产党 那你到底是要去那边 媒体封什么会 你希望可以从那边获得 怎么样子的交流的资讯吗 太离谱了啦 我真心觉得就是丢脸两个字 那个画面看起来真的是触目惊心 就是这些大老板们 这些媒体大老板 其实在台湾 就算跟这些政府官员 跟政界的人士有接触的时候 都是平起平坐 可能还可能还觉得 你是媒体 大家都对你特别尊敬 特别尊重 约见面约吃饭 我们这个沟通一下的时候 都是把你奉为上宾 结果你到那边去当人家小孩 这个我真心觉得就是自甘堕落 就是你明明是应该 这个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 然后你明明是应该要为言论 为自由 为捍卫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 做保障的 结果没有想到你去那边 乖成那个样子 然后当人家跟你说要一国两制 跟你说什么 什么要统一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第二句话 我会觉得说 这个摆明了就是 让其他的国家 干预台湾的媒体 你直接接受对方的指导 更何况人家的确是个敌国 就其他国家 全世界没有一个其他国家 想要对付台湾像中国一样 那如果你对于敌人 你在敌人面前 是低头唯唯诺诺点头称事 然后赞同人家所说的一切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是叛国吗 这也是为什么 这样子的媒体峰会 一旦被披露出来之后 有非常多的网民说 这个要立法啦 这个应该要给他们加盐啦 应该要做出一些限制啦 更何况你们回到台湾来 你们所经营的 你们所掌握的这些媒体 会不会因为你有 其他在中国的生意 就像明宇讲的 你有在中国其他的生意 或者是你期待未来 可以落地可以赚钱 然后所以你必须在言论上面 自我审查 配合中国对你的要求 以换取你在中国 其他的庞大的利益 这个东西当然应该让台湾人更为警戒 那个就是人家勒索你的工具 人家要拿这个东西勒索你 你是不是乖乖就范啦 你宁愿放弃台湾 你宁愿把台湾的言论自由紧缩 把台湾的新闻紧缩 然后让人瞧不起 可是你也是为了钱去做这些事 我觉得这些行为都应该要更 更透明的在台湾人民面前 看看台湾人民愿不愿意接受 这个是民主国家极大的讽刺 因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媒体 竟然会跑去极权国家去听讯 然后如果再回来台湾 在伸张他的自由言论 他的这个新闻自由 说实在这是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那个标准是完全不同 只是说现在大家在要求 有没有办法去立法管制 还是现在完全无法可管的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汪洋的部分 就说实现两岸的这个和平同意 已经一国两制 是要靠媒体共同努力 所以你看一国两制 已经真真实实的 已经端在台湾民众的面前 当然我们看到蔡总统他就说 这是中国干扰台湾的民主 要加以谴责 另外赖清德的部分也说 媒体威胁国安要想办法来处理 是不是有实际的做法呢 那我们也看到 时代力量黄国昌也就是说 提议要修正国安法 阻止红色媒体通敌散布 这些假讯息 释放委员 我们现在是不是无法可管 还说必须要赶快立即的去立法 才有办法遏止这种 敌我不分的现象 现在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跟国安法确实没有办法 明确的规范媒体如何来管理 那因为这一次呢 大概有五十多个 各个不同层级 包括北中南都有媒体 到中国接受这个 所谓的中国政协主席汪洋 这样的训斥 但是我觉得炮声隆隆在地方上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自甘堕落的媒体 然后回到台湾以后呢 又说这是言论自由 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现象 那在目前的法律里面呢 我们只说对于假讯息的散布 需要处理 那现在在立法院 也有三读的部分 包括说NCC的管理 或者是有一些属于国安法的范畴 但是对于媒体人的自律这个部分呢 没有探讨到 那我要特别看到说 那个汪洋他提到说 你们台湾当局都没有办法保证 两年以后的事情 我觉得他是一有所指 下面那一堆媒体人 在那边听讯的时候呢 除了表达这个以媒促统 这样的统战目的以外呢 他们其实也是透过这样的画面呢 在跟以这个言论自由大国的美国 在跟他们对抗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媒体呢 也是有管制的 前一阵子有CNN的人 要过去穆斯林的一个管制区啊 整个的检查五十多次 然后呢我们AIT啊 在台湾的总部成立的时候呢 也没有让中自辈的某个媒体 进去里面采访 就很明显地表达出 你这个媒体就不是媒体 你这个媒体叫做某个党的传声筒 而且是对岸的传声筒 所以事实上呢 他们这样的统战阴谋啊 不是只有针对台湾 其实很多国家 包括美国和澳洲 或者是甚至欧洲国家都有提到 这个以中国为首的人 他们其实透过媒体的力量 是渗透他们社会的各个阶层 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制定法律 这个法律就是说 要把这个这些人叫做外国人代理制度 你是代理到这边来的 你要用商业的方式来代理 要登记 如果没有的话就违法 那中国这一套系统除了在表达他们中国现在的崛起以外 他们这个策略叫做大外宣 就是说所有的部分 我就透过我中国的无限的伸展的力量 不管是一带一路也好 或者是借着外债 借给你这个穷的国家里面 进去里面的统战他们各个阶层 所以台湾是里面的重中之重 才会请到汪洋主席来讲这么难听的话 对他们来说都是宣传 所有的新闻都是宣传 但是有人自甘坐在那个地方乖乖的听讯 有曾经担任过这个胡志强先生 担任过国民党时代的高官 担任过台中市长 也有以前担任过公共电视总经理的人 在那个地方听 我在想说过去他们四五十年来 在台湾从政的时候 什么时候这么乖乖的坐在地方上 听一个汪洋告诉你说 台湾这个国家未来是被统一的对象 然后没有任何一句话来反驳 我觉得违反了他们从政的一个良知 所以我觉得说 这些人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必须要面对台湾的人 给他的很大的质疑说 你去那边到底做什么 为什么被别人当成是统战的样板 那至于法律上的第一个 我们还是要求取一个平衡 言论自由一定保障 但是言论自由不能够 以伤害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 为出发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这条线一定要把它定出来 因为现在他们他们去那边听讯 回来这边高喊的要新闻自由 要言论自由 那等到政府如果说正要管理 他就说你前置自由 对但是我怕的是 这只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外面的假象 最重要是后面 刚刚时期所说的 他有没有利益交换 你如果帮我宣传这个所谓在台湾 可以有这个统一的话 那你在大陆的投资 你在大陆的一些政商关系 我就负责帮你打通 我想在共产集权国家里面 这是常见到的现象 不管是中国北韩都是 是不是有可能有些专案补助 比如说这次去的 还有些中南部的一些电台 对不对 那这些电台恐怕 他没有什么事业在中国 或者说他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给你下专案 或者说给你下广告 是不是有可能这种情形 他会转来转去 像我了解 像刚刚明宇也提到了 像中国的这个 在中国的旺旺的集团 他有那边的补助 那我们也查了 说他这个补助 在中国那边算是合法 那如果算是合法的话 在台湾你要用说 你不合法 所以我不让你这个 这个所谓的中自备的 这样的媒体 在台湾继续发行 或是台湾继续做 媒体事业的话 就会卡到我们的一个 法律上面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确实要严肃地看待 尤其是未来的总统大选 看得出来 其实不是只有 不是民进党 还有国民党 还有其他的党派 我觉得最大的 另外一个对手 叫做共产党 对 当然现在这个 2020年总统大选 马上要面临 就是媒体战 那现在我们看起来 已经有这个台湾 大概一半的媒体 都跑去中国北京 去参加那个 所谓的媒体高峰会 那到底是在做新闻交流 还是在做政策指示呢 来孟凯 这部分恐怕 蓝颖也是要面对 无可回避 面对这样的情形 台湾难道不该 设一个界限吗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 中国大陆他们 内部也都分两派 有人是确实是 比较鹰派的 他是很强硬的 希望是说用武力 或说这个什么样的 比较快速的统一方式 那有一派是鸽派的 但不管说 中国大陆内部 怎么分歧 其实对于台湾 2300万人 我们自己的想法 其实非常简单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认为 就至少说蓝颖也好 或说我们其他人 认为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 可以自己来选举 我们自己的总统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 一个主权独立的部分 其实都是我们生活 在自由民主的台湾 这是很好的一个作为 所以说其实 在这个前提之下 真的不用说 那么的没有自信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 是说因为 我们就说有一些媒体 他们当然是受了 这个高峰会 我刚刚特别查一下 他是第四届的 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 他其实已经办了 第四届 也不是第一届 第四届 那他主要的交流 是两岸交流 跟媒体责任 可能有一些 他们过去到对岸 因为毕竟那个是 北京日报这边所举办 所以可能在这个 媒体人这边来讲 是客水主便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 针对他的形式的部分 怎么样去讨论 但是我只强调 当刚刚来宾有讲到 是说回来之后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个媒体配合 他们中国大陆 然后来做这个洗脑 来做这个宣传 我倒不那么的悲观 因为 恐怕那已经 现在进行事了 对 但是总之这样 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台湾可贵的地方 因为我们台湾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是我们自己 最大的主人 我们手上有什么 有遥控器 台湾没有任何一个媒体 有办法说 如果你今天报导 政令宣导 你今天报导什么样 让大家不想看的 新闻的时候 我就直接转台 我不可能因为说 特定的媒体 因为报导比较偏颇 或者说比较偏哪一个方面 然后我就乖乖的配合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 可贵的地方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我们讲 那个中自辈的媒体 他在大概一个月前的时候 他做的那个图 电视墙的图 就是把中国跟台湾 全部属于同一国的颜色 那这种东西 其实你一次 两次三次 久了之后 会不会他就变成 但那连蔡英文总统 他的母校 蔡英文总统 他的母校 那个英国的那个政经学院 不是也是他摆出的地图 也是有同一个颜色吗 那个东西 受限于压力 对 那受限于压力 但我以为说 我们讲的是自己的媒体 对 所以说 时机姐 我觉得拉回来 还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今天 我们台湾的民众 大家都有遥控器 大家都看这个收视率 如果说今天这个电视台 他播出这个新闻 播出这个画面 播出这个影片 收视率马上瞬间下跌 没有人要看 你觉得他还会有办法坚持下去吗 那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说真的媒体来宣传洗脑 那么有效 这样举光日 应该是现在收视第一名的节目 所以我觉得说 你真的觉得台湾民众 有这么强健的体质 可以去对抗 其实时机姐 其实明玉姐 其实我们节目 大家才是媒体人 所以说我小吃开 收500块 就订停在那里 不转台 所以这个东西是假设问题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是我尊重 刚刚大家的评论 但是就我客观的 一个立场来看 我相信台湾民主 我相信台湾人民的智慧 我相信大家不会因为 说今天这个新闻画面 要报道什么 我就一听之后 我马上就被洗脑 我相信不会 孟凯有信心 但是现在看起来 其实恐怕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许多民众 真的是耳濡目染 每天这样子去给你 这个播放友好新闻 真的是会对中国 产生美好的印象 来昆诚 孟凯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是奠基在言论自由 跟新闻自由 很可惜这两点 在中国都没有 所以你说 但台湾有 台湾有 所以说我们不要害怕 你在讲台湾有的东西 可是我们在讲说 中国没有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 中国用他所没有的东西 要来强迫 压迫台湾的言论自由 你可以放置我们台湾有 所以台湾很坚强 你不用担心台湾 第一个要有新闻的责任 媒体的责任 实际讲的 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台湾民众 有自己的自主的选择权 那我觉得不是在这边 信心好话说 我相信台湾有民众 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都在台湾 最选择就不行吗 你先听我讲完 就是说 我们发现说 有一个危机 那我们必须要去 面对这个危机 要去解决这个危机 那这个危机 你不是说 我自己讲说 我对台湾的这个民众 这个自由选择有信心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 我刚才讲了 这个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新闻自由 台湾有 可是这些媒体人 去一个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甚至他的媒体 不是第四权 是为国家来服务的 他是信党的 这一个媒体圈 你去听他讲话 然后要去做媒体交流 第一个 是非常讽刺的事情 那第二个 在台湾的媒体 绝对不可能说 这个总统在那边讲话 然后下面就是 这个政公为座的 郑敬为座 在那边听总统讲话 绝对不可能发生 这种事情 可是我们的媒体 竟然是到中国 去听政协主席 汪协讲话 训事他 训事内容是什么 就是跟你讲 就是未来 这个两岸是要实现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要媒体共同努力 所以他是给这些人 这些责任 也给这些压力 当然或许 也有一些奖励在 所以这些人 跑去中国说 这个做这个媒体的交流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 两者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因为在中国 你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而且其实像这个 今年的四月份 无国界记者组织 他还特别针对中国 他所所应用的一些影响力 要来干扰 这个自由世界的 这新闻的自由 还有他们的言论的自由 特别做了一篇报导 所以说这个无国界记者组织 他特别讲到说 中国呢 过去用国际媒体 大量购买广告 渗透外国媒体 同时采用勒索 恫吓 骚扰等手段 对世界的新闻自由 已然造成威胁 他特别提到台湾 台湾就是中国这些 不识新闻 假新闻 不断骚扰 而且就是不断用 它的这个内容农场 来骚扰台湾的地方 最大的受害国 所以台湾是最大的受害者 瑞典大学有一个报告 也指出来 就是台湾的这一个 是受到中国 这些内容农场 假新闻 干扰最严重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讲说 有面对到这个危机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危机 所以才会提到说 那是不是我目前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或是现有的法令 对于这些 中国来的这些 舆论战 媒体战 我们目前的法令 并没有办法去规范这些 没有规范嘛 对 因为我要特别提到 就是说 为什么连美国或澳洲 他们都要透过 这个所谓的外国代理 外国代理制度 他们要设一个 反外国干预法 那台湾呢 对不对 像委员刚才讲的 就是说 这些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 他们也不愿意说 因为这些 所以扼杀了这个新闻自由 但是他们用商业的逻辑 就是说 你的资金来源 你是从哪里来的 那你有什么样的目的 你必须要讲的一清二楚 就是你的资讯 必须要公开透明 那在台湾都没有嘛 所以如果说 当这些人 不管是广告 媒体 或者是说广播 或者是说这些新闻 去到那边之后 他们到这边回来之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讯息 我们不知道了 我们就要完全去公开 去揭露嘛 所以今天不是讲说 我对于台湾人民有信心 可是我对于台湾人民 因为他们不知道说 到底背后这些人 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 或者是说 到底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好处 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必须要把这些资讯 公开透明 我要把这些资讯 公开透明化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说 我能够去自由选择 如果完全都没有 就是说 我相信台湾人民 有这个自由选择权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台湾人民恐怕会搞不清楚 那个新闻到底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之前才会有这个假新闻 让台湾人受害了 所以说目前台湾人民 必须要去对这些假新闻 或是对于这些 这些媒体去中国 去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 去做媒体交流 背后的动机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 既然都有这些媒体 这些都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国家 必须要对这些媒体 未来这些背后 有什么样资金的操纵 我觉得必须要去查了一清二楚 而且有很多广播 我记得这些广播是在 中北部都没有 它可能都是在中南部 那这些中南部的 这些广播电台 特别去中国的媒体在哪里 我觉得都必须要了解清楚 好 再来关心高雄市政 总质询再爆火花 韩国瑜是又赌气跳针 你看VCR 请问市长 高雄共有几个行政区 请市长回答 我不是小学生 不是 我知道答案 不是 我没有说我 我觉得这个模式不对 高雄市议会变成高雄学堂 但韩国瑜不满 被当成小学生 拒绝选我选我 不是简单跟难 是模式的问题 你这种方式 是 市长 是我身为市长无法接受的 你不可以违背议会 词询的办法 你不可以去限定我们模式 难道我每天要跟你拍手鼓掌 歌功颂德 像共产党一样 这样鼓励 坐到那边正经为重吗 不需要吗 你尽量质询 你告诉我一家一单一起 我也不会回答 光光局长回答 高雄发大财 不管高雄学堂出什么试题 韩国瑜一律交由 局处首长回答 还故意每次回答后面 都加上高雄发大财 议员林志宏不为所动 坚持把试题突完 议长许昆元看不下去 加入战局 许昆元三度护航和林志宏 唇枪折战 火药味十足 而观光局主命高美兰 和儿子赵紫渊的任用 也再度成为执行焦点 碰下一个全国首例 第一是用机要任用的方式 让家人一起进到市府团队 这是社会观感的问题 只有五指等 一个月宣誓四万块钱 林志宏议员 你以前进到高雄市政府是几指等 那我为了方便他们剪接 所以每次答复完 我就高雄发大财 那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样子 这样他们剪接来消遣我 来这个窝纳我的话 会让他们更方便一点 经过上周议会震撼教育 面对绿营议员磨刀霍霍 韩国瑜这次准备了一个超大的平板 而且态度上似乎也越来越强悍 加上还有议长撑腰 要让绿营议员占不了便宜 也减少继续失分 好我们看到韩国瑜今天的背询 似乎又赌气跳针 来市方委员 怎么看林志宏议员这样的质询 有什么不对吗 那特别是许昆妍也加入战场 去说他这样的方式 做质询的方式是品质不佳 是有这种情形吗 高雄市政府在韩市长的团队 要面临议会的质询 本来就是很多问题都必须要回答 林志宏的问题绝对不是跳针 林志宏问他佛光山在哪里 问他魏武营在哪里 这些都是高雄耳熟能详的 很大的一个目标 所以他不晓得在哪里的时候 他不如想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说不行 我要叫观光局长来回答 那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选择性的回答 他今天回答了只有一件事情 对于警政吃案的部分 回答了一下 其他都不愿意回答 然后都加了一个叫高雄发大财 可以看得出来 韩市长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说他都有准备 我们也相信他都有准备 但是我觉得他不尊重议会 那不尊重议会也罢 连我们这个议长也都加入这个战局 就跟他讲说议员你咨询的部分 不够的有水准 我是觉得很奇怪 通常议长只是在流程上面 时间上面做主持而已 而不是加入战场 然后急着护航 我觉得在很多高雄市民的眼光里面 看出来会觉得说 这样的高雄市政府是我们期待的 未来要让高雄发大财的市政府吗 同时我们也看得到说 林志宏他们有准备 但是也很多其他不喜欢 民进党的媒体也会断章取义 我举个例子 上个礼拜康玉成他在质询的时候 也是高雄发大财 一件事情又结束 他质询什么 桥头科学园区 桥头科学园区都是大的问题 一个科学园区 要创造一万多个就业机会 都是大问题 那韩市长也说 他都知道 要创造一万一千个就业机会 然后未来会有引进一千亿 他都知道 可是他为什么不在议会里面回答 他宁愿走出议场到外面回答 那同时其他的蓝媒 然后就断章取义说 康玉成在骂他戴小超 然后康玉成跟其他的议员 一哄而散 我打电话问了一下 我们康玉成 他是律师 台大法律系的律师 还是前任的议长 他说没有 第一个时间到 他们所有的议员 是走到市长的 前面那边要跟他握手 市长不必跟他握手 所以他们自己就从旁边出去了 但是简阶层 好像议员很生气 因为市长不必回答 所以大家一哄而散 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 民主时代 议会跟议长之间 本来就是互相对于市政建设 做不同程度的答或询 而且比较重要的 你不是因为议员咨询的题目不好 然后就拒绝回答 你不要忘记 高雄市议会的所有答询 是公开在 我们的第四台的电视节目上面 让高雄市民来看的 就公开播出的 难怪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以来 在高雄市里面 除了选总统的议题 还有很多韩粉 一直支持他以外 跟高雄市政有关的 韩国瑜市长的高雄市政的 几乎都是负面声量 大于正面声量 唯一的正面声量就是 就这样而已 其他我都没有看到 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时间不等人 一任是四年的时间 四年时间可以做到什么 我觉得韩市长应该要加快脚步 面对议员的质询 勇敢的回答 然后不要好像一直用所谓的什么 大家会用跳针 我是觉得很不舍 但是我不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来回应代表全高雄市民的议会 的一个名义上的质询 对 现在看起来 韩国瑜是在赌气 也就是说你这个议员质询的 口气不好 或他觉得语带嘲讽 他就不想回答 他就说叫做什么局处首长来回答 那个别人先答 他再答 问题是到底是谁在当市长呢 当然因为从上个礼拜总质询之后 那么高雄市长 这韩国瑜的质询状况 都被外界高度的检视 那之前有说 因为打不出来 所以被小抄 那最近当然就是会换成了 这个超大平板 可能有可以给 这个其他局势首长 赶快给他pass 就是说到底题目的答案是什么 但现在看起来显然是 他是要看你这个议员质询的态度 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答 那再来就是说 最近还有在讨论 就有关资金区 还有这个高雄这个机场 到底是要扩建成 所谓的国际大机场的部分 那资金区部分 外界也在说 你这个说帖 或是说税帖 只有四页 大概1600多次 有人就说 这是不是抄袭 前市长陈菊的计划内容 一个研究报告 再来就是高雄国际机场部分 内容也只有一个 A4指三页而已 到底这样的市政品质在哪里 那如果又挑 这个所谓的议员的态度 来决定答不答 请问当市长 有这样在当的吗 来昆臣议员 不知道韩国瑜 是不是去了中国一趟 回来发现说这一趟 这个中国那一套比较好用 所以当高雄市市长的时候 把中国那一套也学了 因为中国是没有在质询的 没有在质询的 没有这一套的民族 我是觉得说 其实市长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议员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然后在议会的总质询里面 市长跟议员的 这个地位是平等的 就是说针对市政的一些问题 然后议员来问你 那所以我曾经在我脸书上面 有比较过 就是说朱立伦 我们跟他在新北市议会八年 这八年的时间 我们议员质询朱立伦 朱立伦都是站着回答 当然我们也都是站着问 只有一次他感冒 那这个主席还跟他讲说 那没关系 你可以坐着回答 可是他就是听完我们问题之后 一样站着回答 我觉得这不是对议员的尊重而已 对议会 整个民族体制的一个尊重 在韩国瑜身上 完全看不到这一点 就是说他现在挑问题 而且挑议员 这个问题他不想回答 他挑态度 挑态度 就叫议员他喜不喜欢 我不喜欢你这个议员 我不喜欢你问的态度 我就叫局所长回答 完全不能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韩国瑜 他有这么高的支持率 这么高的选票 当选的高雄市市长 可是我发现他一点民主素养都没有 就是说今天 不管议员问什么样的问题 你市长一定都要先回答 因为这个总质询的时间 非常的宝贵 市长你回答完之后 你觉得不够 局所长可以补充回答 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如果是韩国瑜 他答不出来 不想问或是不屑回答 我觉得都是对于 这个整个民主体制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 那就现在这个人 竟然想要去选总统 而且发现这些议员 他所问的问题 其实都非常的容易的回答 像其实刚开始 这个林志宏问他说 那高雄有几个行政区 他不想回答 他说你问我一加一 等于多少 他说你这个是小学生的题目 把我当小学生 许昆仁本来还跟他讲说 就三十八了嘛 你就回答就好 这个其实不难回答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韩国瑜就是不想回答 可是后来为什么连议长都跳下去 连许昆仁都跳下去了 可是我觉得许昆仁跳下去 也不是第一次的 他常常跳下去 然后就是一起来修理议员 议长在议会的角 他的角色其实又组织会议 让整个这个会议的这个顺序 非常的流畅 不要去有这一种 可是他这样加进来 这个战局之后 变成说议长不是站在议员这一边 议长是站在市长那一边 那就很奇怪了 议长议员 我们是来监督市政府的 他是监督市政府的 反过来说是议长跟着市长 来指责这个议员说 你这样问不对 你这个模式不对 他比较像地下市长是不是 我觉得他说你用人是谁 你就要坚持啊 对不对 你关台在说什么 我觉得许昆仁大概是跟这个韩国瑜 共治整个高雄市 共治高雄 就是说他市长不愿意回答议员的问题 那议长可以教训你这个议员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就是在台湾或是事件上 各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绝对说没有说一个市长 不愿意回答议员的问题 然后叫这个举助所长的回答 然后议长加进来 指责这个议员就是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问 完全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整个民主的机制 怎么这几个月来 完全颠倒 对在高雄完全都变掉了 那所以今天不管说 我觉得韩国瑜 他应该也面对到一些危机 他觉得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好 所以他还准备了这个大的平板 希望说改善就是说 可以回答好一点 可是我觉得有这个平板 摆在这边 他还是不想回答议员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高雄国际机场的内容 只有A4子的三页 然后他这么重视的自由贸易经济特区 内容只有1600多字 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说 这个东西对你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政见 你想要推的话 那你就非常诚恳的 然后把你的这个内容 老老实实的跟议员讲 那议员在针对你的内容 再来问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 老实说那林志文 他问说那个凤山的想象 这不是也是这个奉送题吗 对啊 送分题 就是让你韩国瑜去讲说 你想要这个怎么建设凤山等等 他不是说他也不愿意打 这不是说选择题 一二三四 好你答错了 可能会觉得丢脸 那这个等于是你自由做答题 就是你觉得凤山 未来是该怎么样 我还记得我们在新北市议会 我们还有人问过朱立伦 新北市四个极点 极北极东极南极西在哪里 他有答出来啊 他也没有说我不想回答 请民政局长回答 也没有啊 他没有说你态度不佳 问这刁难题 他也没有说你问的是什么 幼稚的问题 没有 他就老实的答出来了 那他也讲说这个特色在哪里 那他这样讲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市长有准备 有做功课 那现在韩国瑜看来就是 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的功课 而且我觉得 最主要是态度上的问题 态度他就是觉得说 他不想不屑 这个回答议员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 这骨子里面 就是他不屑整个 民主机制的运作 这一套游戏 对的确 当然就说 现在感觉上 这个韩国瑜是跟这些 高雄民进党的议员 是采取这种对抗方式 觉得你态度不好 就不想答 那刚刚市方委员又提到 就是说这些的 这个直询的过程 都是有这个上网 或者说是直接可以 这个有线电视 都可以播出的 所以大家都看到 韩国瑜的表现是如何 所以这是不是也 首先反映在民调上面 我们也看到 这个是美丽岛电子报 那么公布最新的 高雄市政的 这样的一个民调显示 也就是说 从这个五点声明之后 这个声明之前 65%到5月10号 是跌了38% 那我们也看到 如果是对照赖清德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总统的 大选的选项 我们看到 台北市场 柯文哲是26.9% 韩国瑜是17.9% 赖清德是39.7% 显然是高很多 如果是小英总统 我们看到 柯文哲29.4% 韩国瑜19.7% 那小英是30.5% 从这个数据看起来 是不是也看到 这个韩国瑜在高雄 或者在南部 已经小轰了呢 现在的新闻媒体的 负面评价已经超过正面 是-4.77 就是已经黄金死亡交叉了 再来PTT的负面评价 也是超越正面 是达到-10.73 论坛更达到-11.48 时期怎么样看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 你跟市议会采取 这种对抗的结果 不想回答议员的问题 可能导致 现在的一个民调结果 我想韩国瑜在议会 答询的这个态度上面的 这个 看起来还蛮瞧不起议员 那是连国民党的侯友宜 都看不下去啊 侯友宜都认为 他建议韩国瑜回答 应该要诚恳实在 可见他也觉得 韩国瑜的答询 并不诚恳实在 而且韩国瑜不但会认为 这个议员的态度不对 还会认为说 你这样子问不够阳光 他前两天还讲不够阳光 还要正面阳光 对 必须要正面阳光 他可能才愿意回答 可是就是 我觉得他有点 搞错自己的角色 因为议员其实 他代表的是 他背后的民意 所以你看到这议员 你觉得他长得很难看 你觉得你不喜欢他 可是他背后是有民意的 你站着回答 你对他诚恳 是基于你对于 高雄市民的尊重 这个我觉得韩国瑜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所以他用这样子很高傲的态度去面对 去教训这些议员 你记不记得在台北市的市议会 当时议长吴碧珠还曾经教训过柯文哲 也就是说作为议长 他要维持那个秩序 然后吴碧珠当时要离开的时候 他认为说你市长的态度 对议员不够礼貌 不够尊重 所以他后来在主持会议的时候还他要离开了 所以他把柯文哲骂了一顿 然后大家都说吴碧珠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也就是说 高雄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高雄是议长在护航市长 这个很奇怪 你是站在民意的这边负责要监督市政府的 结果没有想到你竟然这个护航的对象搞错了 这个我觉得角色关系有点弄混淆了 那整体而言当然是基于韩国瑜对于高雄市的不了解 否则他不会问一题倒一题 你问他全中运他也倒 你问他桥头科学园区他也倒 你问他至今区他还是倒 没有一题他可以完全轻松 那今天最新的说明是他故意的发大财跳针 他故意的 他今天看起来每一题后面都高雄发大财 高雄发大财看起来是有点动怒 有点耍脾气了 我不跟你玩 反正我就是要高雄发大财 他这个也是有招数的 我认为他其实一直在创造出一种二元对立的局面 他不但在国民党内也创造出说 你们权贵我是庶民 你们权贵黑箱 我是跟大众站在一起 在政治上面 你们是民进党的 专门黑我韩国瑜 他后来在议会达宣完出来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民进党黑我也不是一两天 我已经被黑了两年半 也就是说他把市议员对于他高雄市政的质询 全部简化归类为这叫政治斗争 这是因为民进党在打我国民党 刁难找麻烦 对刁难我找麻烦 所以这个也是二元对立的状况 那既然是二元对立 所以我干嘛回答你这些认真的问题 这会使得高雄很惨 为什么 因为真正重要的问题 就被市长一句话话归为 因为你是政治上面的对立 那这对韩国瑜有什么好处 他自然就会有一群保护力 因为你看民进党是坏人 他们就是要做政治上面的斗争 故意去刁难韩国瑜 所以我们必须保护韩国瑜 所以韩粉的攻击力道会更为强烈 我认为这些都是有相关联的 然后对于韩国瑜来说 他的政治上面的保护力也会加强 然后他也可以把很多实在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全部简化为政治问题 你去看看其他县市的咨询 哪一个地方的县市长可以像韩国瑜这样 你去看一下郑文参 你去看一下高雄旁边的盘蒙安 这两天他们背询的影片都在网路上 拿来做比较 都在流传 别人对于他们所主政的城市的熟悉程度 了解深入的程度是怎样 而你韩国瑜为什么可以问一题就倒一 可是韩国瑜他有办法 这是韩国瑜自己要去面对检讨的 但他可以号召多少的这些同温层去捍卫他吗 恐怕蓝英有的人也觉得不以为然 有一些已经流失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民调 有一些看起来就是不像过去那么高 他以前随便动不动做总统民调 他就是支持度50% 一半台湾有一半的人口是支持他 可是现在大概也都39 30几慢慢的往下跌 也就是说他会有保护力 他现在仍然民调很高 可是逐渐在流失中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负面评价 17.9跟19.7 他会从他自己身处的高雄开始跌起 因为高雄市民 你不是说我要发大财 发半天你只会讲发大财 可是你对于我们高雄一点都不了解 你并没有拿出一个真正的对策的时候 你会从高雄开始垮台 这是韩市长要特别注意的 对的确这个韩国瑜可能要注意 恐怕会从南部高雄部分 高雄市民恐怕是已经清醒 已经看出了当市长可以这样子做吗 来孟凯 这个直询都有现场直播 所以说其实议员要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刚刚特别查了一下 我刚来宾讲的话我都尊重了 可是说真的 如果说一个议员真的只是鸡蛋 你挑骨头问一些大家都清楚的问题 或者说Google简单都查到问题 真的对市政有帮助吗 这个议员问什么 他问说高雄有几个行政区 38个我刚查了 他问说五甲龙成功要拜哪尊神明 妈祖我刚查了 如果说你只是问这样的问题 想要问高雄市市长韩国瑜 我今天姑且不论说韩国瑜知道或不知道 那这个是属于比较常识性的问题 但是对高雄市政到底有任何帮助吗 对于今天高雄市长知道说 一个公庙里面拜的是什么样的神明 即使那个公庙可能是在高雄 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 但是我们真的想请教 对于高雄市整体未来的发展 以及未来建设有任何的挹注吗